朋友你好,今天是2022年1月11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说这天津滨海新区气磨方舱正式投入使用,核酸可日筛达400万人次。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怪异的情况,说这天津的疫区在京南,那这气磨方舱怎么就弄到了滨海新区? 怎么来看哈? 说这此次天津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病例后,为了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途径,天津市陆续开展大规模的核酸筛查。 1月9日1月10日,浙江省支援天津市的人员和物资市迅速到位,当地建设团队连夜准备,搭建气磨实验室和检测方舱。 今天上午9点,说这一个1800平方米的网球馆已被临时改成了气磨检测基地,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提升了天津市当前的核酸检测能力。 实验室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岗位穿上了隔离衣或者是防护服,戴上手套防护面瓶等,各就各位开展工作。 说这气磨实验室呢,由封闭式的硬气磨组装而成,可以帮助和支撑常态检测。 一次呢,可检测多个样品或对同一样品进行多种检测,解决早期检测实验室缺乏的问题。 现场气磨实验室一组六舱具备快速安装整体密封设计,运输轻便,应用低于广发等多种优势。 此次气磨方舱实验室投用后,预计将主要用于天津地区分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同时服务于滨海新区。 据实验室团队领队产美介绍,该气磨场地建成以后,可以达到12万馆每天的产能。 除了汉国网球场以外,团队在天津还有十组的方舱移动实验室和一个中心实验室, 核机的产能每天可以达到30万馆,一共加起来可以达到每天40万馆的产能。 那如果按十换一换彩计算的话,可以达到每天40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大大提升了检测效率。 但是呢,让天津人民所困惑的是,这种气磨方舱为什么进在了滨海新区,而不是建立在疫区呢? 还有一件更奇葩的事,说着河南普洋一名医生被警方抓获,此前呢,羊肉汤店老板马某在店内发现一封敲诈信, 写着如果不筹集50万元现金送至指定地点,店内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发热者或新冠病毒确诊人员密接者。 落款呢,是道上的兄弟。 马某报警后,按照警方的要求,将一个手提包放到了指定地点,警方将取报的赵某抓获。 而这被抓获的赵某是某医院的医生硕士学历,除羊肉汤店外还敲诈了另一家店,也未得逞。 话说,这医院的医生他也不缺钱呢,你就算是你缺钱,那你也不能干这种窝出的事情。 就这敲扎的内容,拿疫情来说是,一般黑道上的兄弟还真想不到。 不过呢,有位他的亲友反映说,这赵某疑似患有精神病,警方还在联系鉴定机构给他做鉴定。 那么,鉴定出来后赵某会被免除刑事责任吗? 这呢,还要看鉴定的结果,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精神类疾病都能免除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的规定,精神病人范围三类,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不能完全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和间歇性精神病人。 这里面呢,只有精神病人在完全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时的犯罪, 才能不承担刑事责任。 精神病人不能完全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时犯罪的, 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只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触发, 而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呢, 在精神正常时的犯罪,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回到这个案件中, 根据审讯呢, 这赵某交代其作案动机, 是他喜欢炒股, 看到股票大涨, 但是苦无资金继续投资, 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这样有预谋有动机的犯罪, 要说完全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 恐怕说不过去。 所以啊, 这不太可能完全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即便鉴定出来精神疾病, 也只能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触发。 赵某以脅迫的手段, 向他人索要50万元, 敲诈的金额超过了敲诈勒索罪的立案标准, 已经涉嫌敲诈勒索罪。 而且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 敲诈勒索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件。 这里的良刑都是指的继随犯, 由于赵某并未得逞, 所以可以比照继随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他应该不会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整个事件的最奇葩的点在于, 这位硕士医生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 竟然给老百姓就看了安年的病。 咱们还是说回天津的疫情。 截止到1月11日12时, 共报告阳性新冠肺炎病例感染者97例, 其中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49例, 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是15例, 其他33例初筛阳性感染者在临床专家组进一步检验后进行通报。 其中, 京南区90例, 西清区3例, 河西区3例, 滨海县区1例, 截止目前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均未转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针对现有的80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流行医学调查资料分析显示, 截止目前患者年龄最大的是74岁, 最小的5岁。 指示病例于12月29日发病, 前期呈散发状态。 1月6日起, 发病数发病人数快速增加, 目前出现家庭聚集6起, 涉及新庄连锦花园, 咸水沽种会礼。 指示病例2例全员大规模筛查人员3例外, 其他感染者均为指示病例相关密切接触者及分控区管控区等管理人员。 上述人员仅一名儿童未接种新冠疫苗, 完成一季次灭活新冠病毒疫苗接种3例, 完成全程接种76例, 其中完成加强免疫的20例。 根据现场流调信息梳理本轮疫情传播链条, 本企疫情主要以在校学生以及家庭葬礼活动人员 以及上述人员波及社区为中心, 分布于京南区、西清区、河西区和滨海信区。 目前本企疫情感染来源尚未查明, 疫情发现时已经发生了隐匿的社区传播, 但已发现的感染者间传播关系较为清晰, 所有感染者均与京南区相关。 最近是第一轮全员核酸筛查于1月9日7时开始, 共采用1191万2280人, 已出结果是789万2591人, 检出阳性77例, 相关检测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咱们再来看西安。 说着疫情管控期间, 西安市滞留了部分外地市的人员, 主要包括探亲旅游滞留人员, 出差滞留人员, 就医滞留人员, 外地无业滞留人员, 物流运输滞留人员, 交通场站中转滞留人员, 以及其他的滞留人员。 说着今天, 西安市发布具体滞留人员离市政策, 对滞留在中高风险地区, 以及所在区县开发区的人员, 严格限制离市, 对滞留在其他区县开发区的人员, 非必要不离市, 确需离市的需经街道办证或开发区批准, 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码离市。 申报程序是, 符合条件的人员向所在社区村提交离市申请, 由社区村进行初审, 街道办证复合批准后, 发放离市证明。 未托管街道办证的开发区, 由开发区指挥部复合审核, 发放离市证明。 对于来西安就医滞留人员之类特殊的群体, 当地将在尽全力提供优质安全的医疗救助服务和温馨细致的生活保障服务的同时, 及时通知各医疗机构贯彻落实好滞留人员有序离市政策相关的要求。 在确保每一名患者符合出院标准的前提下, 全力配合做好离市出院患者及陪护人员相关工作。 截止到昨晚24时, 该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是2017例, 均已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截止目前, 西安共有高风险地区三个, 中风险地区41个, 全市其他区域为低风险地区。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为您准备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